喜到公子演播 三十刻度工作室精心制作的 搞笑修真有声剧 《朱天际》 作者 庄碧凡 第457集 林飞本想着若是这位小青龙王 知道原初精气的存在 自己慢慢套话 总能套出点东西来 结果话题还没展开 就夭折了 看样子他是真的不知道啊 不过也对 虽然原初精气金贵无比 世人知识者甚少 若非自己上一世熟读 藏书阁海量书籍 也不会知道 世上还有这样一缕 从天地初分之时 就留下来的精气 而且 原初精气脆弱一辙 一般藏身于五金矿脉之中 以图保护自己 一旦被开采出来 就如同新生的婴儿 虽然纯粹 却无一点自保的能力 很容易消弭 所以就算有人知道 也很难相信 历经不知道多少万载的现在 还会有原初精气存在 但林飞曾经读过一本古旧的老书 名为原古志 内容斑驳杂乱 全是记载天地一史的一些传说 上面曾经提到过 并非所有开采出来的原初精气 都会消弭 如果能够用大量的五金之物 来孕育壮大它 就可以令原初精气成长起来 而且成长后的原初精气 所拥有的纯粹力量 是世人无法想象的 以这样的精气锤炼生死剑狱 自然是最好的 那青龙王既然能够用原初精气 镇压青龙九顿 便说明 此处的原初精气 是已经成长起来 并且实力不弱 虽然有点可惜 但灵飞很快收拾好情绪 现在找不到原初精气的踪迹 不过也用不着着急 总归呢 那里原初精气就在这片天地中 慢慢来吧 他抬头 刚要说什么 就看到青龄撬生生的脸上 一片怒涩 他一愣 怎么了 你看我话 青龄眉头紧皱 声音冰冷 这怎么能叫套话呢 咱们是合作 自然要互通有无 彼此总不能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吧 青龄眼睛微微一眯 雨带威胁 最好不要有下次 好的 灵飞答应的飞快 甚至露齿一笑 我保证 信你就是傻子 青龄盯着林飞 银牙按摇 却发现 自己现在拿她是真的无可奈何 只能把这口气吞下去 有些不耐烦地说 你想怎么合作 林飞没有正面回答 反而问她 你想不想得到完整的青龙酒盾 青龄一愣 那双秋水般的眸子 都是微微一亮 但随即又暗淡了下去 她冷冷一笑 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若是不知道 我也不会在这儿了 那你又知不知道 如今大阴阳阵被破 龙骨界不知道 有多少高手已经潜入 甚至连小鱼小虾都往这儿跑 企图捞点好处 别的不说 单凭一个黑龙王 说要你死 你便活不了 黑龙王的确派人来追杀我了 不过 死的不是我 那是因为黑赵没有亲自出手 若他出手 你还有把握能逃生吗 更何况 这里的一些危险决定 即便是我与黑赵联手 都不敢说能全身而退 如今你不过命魂圆满 居然还敢觊觎青龙酒盾 嫌自己命太长吗 既然黑赵已经盯上你 你还不如将那一道青龙盾交给我 我可保你安全离开这里 甚至是离开龙骨界 这样你也能捡一条命 那可不行 我想要的东西还没找到呢 命都不保 还想从这里得到什么宝贝 青龙被气笑了 看着林妃的目光 多了几分讥讽 如今不说进入墓穴中的强者有多少 即便只有你自己进来了 一个命魂境界的修士 想要从这片险象还生的墓穴中带走青龙酒盾 那也是痴心妄想 林妃笑了笑 不置可否 见她这样的表现 清灵恼了 冷声说 我不管你是怎么想的 这一道青龙盾 我不会允许它出现半点失误 如果你打的是青龙酒盾的主意 别怪我没警告你 你若一孤行 那我宁可杀了你 回去这道青龙盾 再去寻其他八道 警告得太晚了 已经来不及了 什么 清灵一愣 林妃说完之后 将明土大开 黑色的裂缝中 一道青色的光柱 直冲天际而去 清灵认出 那是青龙盾的光芒 那青色光芒直入九天 而后扑身四散开去 颜色绚丽 气息悠扬 不过转瞬之间 便传遍了这片墓穴 明土之中 青龙盾间打开一条细缝 顿时发狂 速度快若流风 瞬息来到缝隙处 想要外逃 但一道绿色光影 从那片聪裕的树林中 伸了过来 将其缠住 同时 山神和神飞扑而至 将其扣住 青龙盾哪里甘心呢 挣扎欲猛 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从明土内涌出的 青色光芒欲胜 指引的十方云洞 四下力吼连连 林飞担心 山神和神 控制不住 发狂的青龙盾 正要进入明土 却听到一声 佛号响起 金色滑光扑变 知道 佛子出手 顿时便放心了 那青色的光影 出现不过片刻 惊人的围压 便从四方传来 林飞细细感受 发现 至少有四股 强悍的气息 正飞速地 朝他们靠近 你要干什么 青龙震惊之后 脸色大变 林飞将明土关闭 然后笑了 钓鱼 青龙嘴唇紧敏 威压四散 怒意在眉梢眼角凝聚 她望着林飞 目光中 已带了几分杀意 我警告你 行了 别警告了 快跑吧 再不跑 可来不及了 林飞打断了青龙的话 祭出剑妖 飞身月上 转头看青龙 走啊 你 青龙的话还没说完 一声雄魂惊人的力吼声 突然从身后群山之中传来 那声音仿佛 十万惊雷乍响 震耳欲聋 高空云散 大地震产 随即 一道赤红的光芒 如同道观的长河 涌上天际 四散而下 处之者 无论山石草木 鬼物妖兽 尽数化作了积粉 一时间 烟尘四起 天地晃荡 凶力狂暴的气息 仿佛海啸般 奔涌而出 浓郁如水的妖气 直指他们所在的方向 清灵的脸色突然变了 他狠狠瞪了林妃一眼 青色雷霆 疏忽出现在他脚下 显绿的华光将他笼罩 而后 如流星般 瞬间飞驰出万丈之外 喂 这就不够意思了吧 林妃随即催动 诸天武遁阵法 剑腰疾齿而出 很快便赶上了那青龙王 与他并驾齐驱 怎么说我们也是合作关系 遇到危险自己跑 那可太不厚道了 烈烈狂风 都被两人甩在身后 一轻一摆两道光芒 速度快到惊人 划过天际 直往前方冲去 青灵面上一片烦躁 他转头看向林妃 没好气地说 你知道自己招惹了什么吗 说完这话 青灵却突然意识到不对劲 这家伙竟然能追上我 我脚下的这道青雷云 乃我青龙国众宝 四十一条尽致的法宝 是数万年前 一位先祖在历劫之时 拒了三道九天神雷 然后以朝阳山 十万云气炼化而成 其壮似云却飞云 雷霆内蕴 攻守兼备 而且全力催动之下 顺息可行百里 即便放眼龙骨剑 那也是一等的反御驾宝了 怎么这家伙竟然能 与我并行 还显得如此轻松 青灵心中 微微一惊 目光从林妃脚下的 剑腰身上掠过 眉头轻皱 本集播讲完毕 如果喜欢本书 请关注喜悼公词 订阅朱天记 喜马拉雅铁三角 用声音 让生活更精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